Hello 大家好 終於有機會和大家開箱和對比這個真骨雕Decator 50周年版本 這個真是等間店派貨等到人都瘋了 跟之前的開箱對比一樣 今次會拿初版的Decay和New Decay 再加上這盒50周年Decay做一個大比拼 到底哪一款才是最好的Decay 三個版本又有什麼不同 如果還未入手Decay又應該選哪一款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你就會知道答案 開箱後說明書都是寫基本的 沒有什麼特別 一樣都是分成兩側 配件方面說到50周年版當然有50周年的台座 拿走台座後下面的配件和初版是一樣的 甚至連敗位都是一樣的 激情太頭雕、劍、槍、手型、卡片等 全部都有 我們先看公仔的上色 我這隻Decay的上色 就沒有網上師兄分享得那麼嚴重 我這隻就沒有什麼明顯的大問題 但有一些細微的地方都需要去改善 例如公仔手臂、黑白亮色的線條位很混亂 右邊大臂粉紅色的地方會有些黑色痕 右邊的垃圾下面、浸腹部的位置 線條上色都是很不整齊 至於法皇問題 我這隻就不算很嚴重 我個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可動方面 抬頭、低頭的幅度都很大 360度轉動都沒什麼問題 肩甲可以拉出來 肩甲可以拉出來 肩甲可以微微移出 整隻手臂都可以舉到超高的幅度 肩甲可以360度轉動 但關節很實 轉動時不要過分勉強 建議要轉的話 轉手臂的關節會比較輕鬆 手肘屈曲的幅度只可說是正常 手型部分都可以旋轉 公仔前後傾的幅度都很大 腰部可以360度轉動 上胸部份和腰帶轉動都很輕鬆 雙腿張開的幅度只是一般 大腿的關節都可以流動 但一樣不要過分勉強 膝甲屈曲的幅度都不錯 腳腕腳掌這些轉動上屈曲都沒什麼問題 簡單來說這隻50周年的DK 拿上手玩了一會後 真是明白 為何會有人懷疑是舊版的DK 換個包裝再推出來買 首先上色方面 撈整合了自己玩的感覺 和網上的師兄分享 還設定的情況都算是幾多下 真是令我有些懷疑 它們的貧質監控到底是否慢 完全不像22年應有的水準 其次 這隻公仔的四肢關節相當硬實 特別是對手的部分 實到簡直就像將一隻SHF 放了十年沒有動 用力少少都怕拍斷 配件部分都沒什麼大驚喜 只是多一個50周年的台座 在比分之前 我們就開始做一個對比 就是這個初版對50周年版 再對妖版 到底哪一款才是最好的DKD 我先戴頭盔 以下的對比就是 以我手上的三隻不同版本的真骨 來做比較 不代表它們的版本 全部都是跟我一樣的情況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 首先發黃問題 其實三者的白色配色情況 都很接近 三者都是有些超輕微的發黃問題 但它的問題都算是很細微 肉眼上其實都很難看到 至於其他地方的上色 三者之中 上色最有明顯差異就是LiuDK 我以50周年和Liu版做對比 這裡我可以看到 Liu版的粉色 其實是比較偏暗和牙色 而50周年版就是比較有光澤和鮮色 Liu版的分別就是在於這裡 至於50周年版和初版有什麼不同 答案就是沒有的 對,兩者的外形和上色 是有一些分別都沒有 令我整個瘋吧 拿著兩隻DK contro在燈光底下 交替是稍為十分鐘 真是看到我連零碎也快樂 不過初版和50周年版 其實兩者也是有了相同的上色問題 而且初版比起50周年版更有一個問題 雖然我這款初版則不算賣很嚴重 但初版出了很長期 发黄的机会始终比50周年版大 虽然我也有点怀疑 初版和50周年版两个都是同一个时期制作 如果你问我,三款之中比较推荐哪一款呢? 如果未入手过真骨DK 我个人比较推荐NEO版 然后是50周年,然后是初版 首先NEO版的上色问题 没有另外两个那么严重 炒车的机率比较低 遥斜NEO版也有很多卡片可以给你用 可以配合身平成的拉打去用 如果你是对激情态头雕情有独钟 或者上入手八腰带的DKDOR 我建议也是50周年版会比初版好 因为初版的上色问题 不会少得过50周年版 加上刚才也说过,变王的机会率也挺大 而且50周年版本配件上会多一个台座 感觉上好像赚了一点 当然,买初版不一定会比50周年差 只不过两者出市的机率是不同的 就好像50周年版 有些师兄还大声,没有了肩膀 亦有些师兄是什么事都没有的 其实买真骨雕的QC好还是坏 真是看你的运气点 今次的开想和对比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